接下来是工商以及社区看板时间 交生癌症协会将于8月22日周六 举行线上肺癌以及乳癌病友互助会 邀请到血液以及肿瘤科医师担任讲员 欢迎肺癌以及乳癌的病友和家属踊跃参加 洪峰银行董事长吴文龙8月10日正式宣布 该行总资产额截至到8月3日正式突破20亿元大关 资本总额近2亿2200万美元 全美分行数已经达到20家 在全美由少数族裔所经营的银行业中排名第二 在Houston地区首屈抑制成就非凡 吴董事长表示 长期以来 恒丰银行本着对股东负责 对市场负责 对客户负责的原则 始终坚持认真的审慎每一个贷款专案 并且严格管控每一个细节 因为这一坚持 恒丰银行增加了资产的同事 也保持着资产品质的优良 未来恒丰银行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原则 始终保持继续发展 持续增长的趋势 非盈利广告组织Ad Council近期携手 华裔编剧Allen Young 制作反华裔歧视共益片 对抗病毒克服偏见 Fight the virus Fight the bias 日渐在社交媒体和电视平台播出 维权团队也表示 川普总统屡次用中国病毒 功夫流干等字眼来称呼新冠病毒 更加加剧了种族主义者的行为 制作团队希望公益片的推出 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病毒 而非某个族裔身上 如果你想加入到这场 反亚裔歧视的活动中来 大家可以follow各大社交平台的活动账户 或者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引用hashtag Love has no labels 以及Fight the virus bias 引起社会的关注 中天中放 这里报道 我们下期见